你还看报刊吗? 二三十年前,报刊停在大街小巷中随处可见 大多人上班闲暇之际,都会花几毛钱买上一份 在有线的报纸上获取全国各地大小事 但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 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出现了很大的转变 大家能够通过手机了解国内外大小事 报刊逐渐被手机代替 即使报纸卯足了劲,也没能跟得上时代的浪潮 从风靡到无人问津 只要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 随着各种报刊杂志的消失 报刊停也逐渐退出了我们的生活圈 要说如今支撑报刊行业存在的 应该就是事业单位了 这些单位每年会花上几百 几千定制各类的报刊 然后将其有序分放在各资料架上 这似乎已经成为各行政 事业单位的历史 但真正会去看这些报刊杂志的人实际很少 每个月底无人问津的报刊就会被收起来 堆在储物间或杂货室里积灰 最后变成废纸 以超低的价格卖出 报纸的原材料为木材 而木材来自于宝贵的森林资源 我国一直都是林木资源的消耗大国 每年消耗的木材资源 约2.7亿立方米 其中纸张 一次性快等产业 都离不开林木 一旦停掉没人看的报刊 也能节约不少的原材料 从这个角度看 取缔报纸似乎也是百利而无一害 但现实生活中 即使报纸没有人看 被一打一打的堆放角落 报刊行业仍没倒闭 定报仍不止 这是为什么呢 既然没人看了 为何还要铺张浪费 把这份钱省下来用在别处不好吗 其实 定报纸就是一项规定 随着网络的普及 上到七八十岁的老人 下到两三岁的孩童 基本都对电子产品产生了一定的依赖 看报已然成为过去式 纸媒行业随之落幕 但报刊却不能完全被取缔 因为报纸从印刷到分销 很多产业与之息息相关 一条看似可有可无的产业链 却是数以万计员工养家糊口的工作 一旦报刊单位倒闭 大批的员工将会面临失业下岗 不过如今除了上了年纪的知青 基本不会有人在买市面上的报纸 报社的发行任务面临巨大压力 为了勉强维持下去 才不得不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完成征定任务 如此和报社有合作或者其他关系的企业单位 也就成为了订报纸的主要客户群体 一些行政 事业单位则会帮忙内部消化 即便订了报纸以后无人问津 但好在报纸的价格不算太高 而且基本都会走上报流程进行报销 并不会对个人有损失 加上报社的工作人员为了完成任务量 会对合作单位提供广告返还 或者其他形式的利益转换等 从这个角度上看 大多数企业和单位所订阅的报纸 其实并不是为了阅览 大多数情况只是为了完成上级任务 或者碍于合作单位的情面 做出的订报决定 不过这也无法改变报纸无人问津的现实 好在报纸在变成废纸卖掉后 还能回收再利用 要么重新成为纸浆为人民服务 要么成为大自然的养料 那大家觉得报纸该不该淘汰呢